白天,她是红浪漫的金牌大宝剑朴师傅,可到了晚上,她就成了专挑独身女孩下属的变态杀人狂。 每次迷运目标的时候,她都会故意跌下女孩的头,躲避路旁监控。 就是这个看似小心的举动,暴露了自己的犯罪行踪。 警察很快锁定了车辆,按照地址来到了嫌犯所在的足疗店。 听说警察要调查自己的金牌员工,老板娘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,很快朴师傅就走了出来。 目测和提款机记录的嫌犯极为相似,面对警察男人无比淡定,说里面的客人还在等他。 督奇艳询问案发时间的不在场证明,男人说在和女友约会,可她却拒绝提供女朋友的任何信息。 这样一来,完全是死无对证,由于证据不足,警方的逮捕令根本屁不下来。 专案组只能悄悄守着飘到嗨,等他下班的时候,男人赶忙,飞奔上前,征求老嫖意见,问他是否愿意到派出所配合调查。 男人表示今天太累了,明天一定赴约。 谈话期间,警察注意到了车里的一些细节,可爱的毛绒玩具,温馨的一家三口照片,这和刚太对犯罪嫌疑人的测写结果如出一辙。 回到家后,朴荡汉十分心虚,生怕警报在车里查出些什么。 他拿起汽油,撒在了座位上,告别了心爱的口红,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爱车。 第二天一早,他向中暗族打击电话,说自己的车子被人烧了,虽然知道荡汉是在毁灭证据,不过他的正义举动,直接加速了代表令的批准。 警方很快把人凑了起来,帅哥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,我的车被烧了,你们抓我干什么? 面对警方的审问,荡汉一脸无辜,问他什么都是否定答案。 熊大很生气,脱了衣服就要向他展示熊爪的威力。 荡汉就完全不是这套,熊大只能将死者的照片拿出来,试图刺激一下嫌犯。 嫌犯喝了口咖啡,直接把杯子放在了死者照片的脑袋上,完全是一副挑衅的样子。 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,还是露出了破产。 警方明明只拿出了一位受害人的照片,嫌犯却说根本不认识这些女人,这足以证明他就是个连环杀人狂。 为此,警方加大了侦探力度,开始搜寻嫌犯家里的义务。 刚才认为,嫖犯害之所以能诱骗目标上车,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他穿着得体。 目前正值冬季,可以选一些衬衫、西装拿到精品科进行调查。 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反复检验,警方终于在西装的袖口发现了一处血迹。 经过鉴定,这果然和死者DNA一致,激动的马亦龙和队友抱了起来。 有了这个实锤的证据,警方的审讯立马顺利有许多。 荡害简直不敢相信,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完美的罪犯,没想到还是留下了一丝痕迹。 完了,这下BBQ了。 荡害承认了所有罪行,警方也在汉拿山上发现了被害人的尸体。 就这样,用一起连环杀人案,被警方告破。 虽然凶手被绳之以法,可刚才和马亦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 面对被害人家属,他们的内心无比沉重。 故事的结尾,起人对着天空许下心愿。 希望这个世界上人们相亲相爱,不要再有残案出现。 同时,警方内部加大了对犯罪侧血师的选拔培训。 因为他们明白,警察的职责并不仅仅是对犯罪,露出事后反应,更是要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。 解读恶之心的人们是今年的开年新举。 前节大多根据真实案件改编,某办评分8.3。 看完之后,很多宝子们发现,距离的凶手,但过程较为简单,抓捕难度也不是很大。 大多是自己露出了破绽。 其实,真实的案件更提进于本季的内容。 为了方便解说,苏苏省略了大量的精彩推理和心理博弈。 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原片。 最近更新有点慢,向大家声声抱歉。 感谢你们的一路支持,已不离不弃。 我们下午好记,不见不散。